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3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过去几十年来 亚裔选民一直在美国大选中被归为其他族群 历史上这群人在选举并不占据很大比重 也没有受到政客过多的重视 然而随着美国亚裔人口的增长 这个趋势正在发生改变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5月的报告 亚裔选民是美国选民中增长最快的族群 从2000年到2020年 有资格投票的亚裔美国人增长了139% 翻了一倍多 在西语裔选民中这个数字为121% 而非洲裔和白人选民只增长了33%和7% 在2020年的大选中 超过1100万亚裔选民将投出他们手中神圣的一票 占到美国选民人数的近5% 美国之音指出 亚裔选民的人数增长虽然很快 但近10年来 亚裔选民的投票意愿却是各族裔中最低的 在2012年大选中 黑人选民的投票率为67% 白人选民投票率为64% 拉美意为48% 而亚裔选民的投票率只有47% 尽管亚裔美国人的投票热情在过去比不上其他族群 但是9月份出炉的亚裔群体投票倾向 民调显示 亚裔选民2020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点 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国金说 由于亚裔美国人很大一部分是规划国民 他们并没有强烈的两党立场 也就是说 亚裔选票是两党争夺的关键 密西根大学美国文化系副教授梅丽莎·博尔哈的研究发现 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倾向 与其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长短密切相关 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 倾向于民主党政客和自由派观点的可能性越大 反而言之 如果刚刚来到美国或是一名规划入籍的公民 那么可能更倾向于保守派的立场 他举例说 一名在美国出生的台裔美国人关注的焦点 可能更多的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健保等议题 但是如果是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之后 规划入籍的人 则可能更关心的是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策 而投下选票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关键时刻 川普和拜登10月29日先后抵达最大摇摆州 拥有29张选举人票的佛罗里达州 判一举攻克这个双方民调数字紧要的主战场 这也是两人首次同一天在同一周较进 川普29日下午在佛州坦帕市拉票时警告满场支持者 若让拜登当选必定会实施惩罚性的封锁措施 川普说他们会让你什么事也做不了 反之川普强调 不会再次封城将会重新恢复经济活动 同时更以自身染病康复为例指出 若我可以好转任何人都可以 川普也打出经济牌 他指美国第三季经济已创纪录的速度复苏 呼吁选民投票给他 美国商务部公布第三季GDP成长幅度达33.1% 刷新记录 这份报告是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前最后一项重要的经济数据 数据公布后 川普在推特发文宣称 第三季GDP数据是美国史上最棒 明年还会更好 批评对手拜登提议加税将搞垮美国经济 川普在佛州造势时 也引用此一数据证明他连任后会创造历史性繁荣 此外川普还提到拜登次子亨特爆出的丑闻 媒体却不报道 他问亨特在哪里 现场民众也高呼 亨特在哪里 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现身力挺 呼吁 投给川普就是投给一个更美好的美国 这也是川普去年6月启动竞选活动以来 他首度出席造势活动 佛州是美国最大的摇摆州 拥有29张选举人票 自1964年至今 每次总统选举只要拿下佛州 就基本可以确定当选 只有一次例外 民调显示 川普和拜登在佛州势均力敌 在川普离开几个小时后 拜登也来到坦怕抢票 拜登继续打抗议牌 炮轰川普的造势活动为超级传播者大会 批川普倚向新冠病毒举白旗 强调美国人永不放弃 永不屈服 川普和拜登将会在30日 继续在多个州上演对决 川普会在中西部的密西根州 威斯康星州和米尼苏达州举行集会 而拜登同日也会前往 威斯康星州和米尼苏达州 3月1日与前总统奥巴马 一同在密西根州争取选民支持 拜登在佛罗里达坦怕演讲 被现场群众齐声讨伐 当拜登指责川普腐败时 被几个美国人打断 乔 这是谎言 是你的儿子和乌克兰 是你搁置10亿美元 川普是清白的 面对众多指责 拜登呆弱目击 你可以控制媒体和Big Tech 但你无法控制人的思维 下面让我们看看现场视频 总是反应华 Ramud 这些是 whack人民很好 是黑人大民营 金兵直接是罗斯际 Son Japan 有关於伊伊斯斯沫 金兵 是估计 son of a bitch you got fired right remember that trump is innocent trump is innocent you'll never be president your son is a crackhead your son is a crackhead jo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son of a bitch you got fired right you're not giving a billion dollars right joe there's your quid pro crowd joe there's your quid pro 波布林斯基曾是亨特拜登的前商业合伙人担任拜登家跟中国能源公司华信能源共同创办的一家合资企业的CEO 他已主动向联邦调查局以及国会提供拜登家族涉嫌以权谋私的证据 包括电子邮件和短信等在内的文件 并称自己曾两次与前副总统乔拜登会面过 福克斯新闻30日报道 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罗卡纳表示 他为爆料拜登家族丑闻的托尼波布林斯基作证 波布林斯基绝不是党派黑客也不是俄罗斯特工 拜登没有否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但声称 从未考虑参与家人的商业活动也从未参与任何海外业务 拜登的支持者抨击波布林斯基公开拜登家族的文件指责他是试图扳倒拜登的党派分子 但是从爆料第一天起波布林斯基就明确表示 他不涉及党派争斗他自己和他的家族过去更是一直支持民主党 他认为美国人民应该要求对拜登家族一事进行调查 根据公开的捐助人记录 波布林斯基过去多次为民主党候选人捐款 比如2013年以来他就多次为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卡纳捐过款 根据福克斯新闻周五获得的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卡纳 当日稍早写给波布林斯基的电子邮件内容如下 托尼希望你一切顺利 我已给纽约时报写了一份声明 我了解你的为人 你一直和我一起光明正大的做事 你和你的家庭成员都支持我 我也告诉任何问及此事的媒体同样的话 我拒绝对你就拜登家族提出的指控细节发表评论 因为我一点都不了解 但我必须说 我尊重你为我们国家做出的服务 在我们的交往中 你从来就不是一个党派黑客 你谈话做事都将国家置于党派之上 我也已经明确表示 我不认为你是俄罗斯特工 我将继续向任何问询的媒体做出同样的声明 卡纳的一位发言人周五证实 这的确是国会议员卡纳发给波布林斯基的邮件 内容属实 中共19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闭幕 毫无悬念地声称正式通过十四五规划 即2035年远景目标 又提及双循环和再次确认习近平的党内核心地位 此前疯传的人事变动 大佬下台和接班人问题等 均没有任何信息 有评论认为 看似波澜不惊 但会议后三天 怀疑经历了一场暗斗 习近平与各派打成平手 知名评论人陈破公分析 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五中全会 第一次没有出现重大人事变动 陈破公说 回顾五年前 2015年18届五中全会 中共当时宣布处理一系列被查高官 被撤中央委员 包括另计划 由于一大批中央委员被开除 也有一批中央候补委员替补 而在十年前的中共17届五中全会上 把习近平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为中共十八大上台接班做准备 不过陈破公说 最终19届五中全会 有没有任何人事变动 要看接下来要开的中纪委五中全会 会不会处理之前被免的湖北前高官 蒋超良和马国强 两人一个是中央委员 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 如果中纪委五中全会没有宣布 间接说明前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站稳了脚跟 他的亲信蒋超良 依然在中央当中 没有被赶尽杀绝 依然有投票权 陈破公说 五中全会前有放风说 习近平要重设党主席 但事实上没有 显示习阵营受挫 另外有传言说 五中全会要王岐山下台 特别是副部级的王岐山救部 董宏落马 引发种种猜测 但是这次会议显示 王岐山平安无事 在会前还高调在上海露面 而且还公开痛批歪路邪路 以致王沪宁控制的新华社 人民日报又不登 这也说明王岐山站稳了脚跟 陈破公还提到 五中全会接班人没有出现 这说明反习一方的计划也落空 习近平试图加码成为 红色帝王的图谋也受挫 恶派打成平手 陈破公说 会议期间还流出禁令 要求不得谈接班人话题等 这说明五中全会闭幕会斗争激烈 结果要过段时间才可以看出 如果这次会议没有涉及二十大的这些问题 可能要明年的六中全会才解决 而到二十大换届 到底习近平是否续任等等 六中全会是最后的机会 中国五大国有银行近日纷纷公布三季度财报 这些过去的国之交子业绩并不那么令人满意 他们的利润和坏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 有分析师预计 中国国有银行系统在今后几个季度中 将因借贷者无力还贷而面临着持续的坏涨压力 排在五大银行之首的中国工商银行第三季度的盈利 虽然比二季度断崖式下跌略有改善 但跌幅依然高达4.7% 中国交通银行报告说 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12.36% 是五大行中唯一迄今未能摆脱净利润双位数下降的银行 该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67% 较上年末上升0.2% 中国银行的净利润同比下降8.7% 集团资产减值损失近100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约60% 负债总额22.6万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8.68% 不良贷款率为1.48% 比上年末增加0.11个百分点 五大银行中的另外两家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坏账比例都有上升 利润也都有下降 据中国媒体报道 今年上半年至少有1300家银行网点分支机构被关闭 中农工建4家国有银行合计财员2.6万人 而数量庞大的非上市银行中 从目前已经披露业绩情况的近百家的财报看 利润出现大幅度下滑 据证券日报报道 其中亏损企业的占比高达75% 净利润同比跌幅超过10%的企业有31家 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20%的只有5家 据路透社报道 曼联证券银行行业分析师郭毅认为 经济复苏的力度将影响到人们对银行资产质量的预期 银行业的企业贷款偿还能力压力峰值 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出现 在抗疫期间 中国政府为了尽快控制疫情减少企业的损失 而引导银行降低房贷标准 政府在疫情高峰期还要求银行延缓企业偿还贷款 以增加经济的流动性 但是这个举措将会给银行业带来很多坏账 专家认为具体情况将会在今后的几个月里表现出来 曾经报导斯诺登事件 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知名记者格林沃尔德 日前撰写了一篇提到亨特电友们丑闻 及内容包含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和美国主流媒体对此不作为的文章 但他本人共同创办的调查新闻网站拦截网拒绝刊登 格林沃尔德10月29日愤而宣布辞职 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 格林沃尔德在一篇措辞严厉的博文中解释了自己辞职的决定 他说当前的拦截报与最初的创建愿景相比 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辨认 因为它不再是一个表达不同意见 边缘化声音和吸引观点的场所了 他对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文章 也同样进行了新闻审查 他说拦截报的编辑们违反了合同中赋予我的编辑自由权利 删除了我本周写的一篇文章 还称除非我删除其中的所有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段落 否则将拒绝发表它 而参与此次压制行动的拦截报 驻纽约编辑都强烈地支持拜登 格林沃尔德说 他只是基于最近披露出来的电子邮件证据和证人的证词 对拜登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性质疑 而这是所有主流媒体的问题 包括CNN、MSNBC、NPR、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 都选择了不报道拜登涉嫌参与海外商业行为的相关消息 格林沃尔德曾根据美国前情报人员斯诺登提供的情报局机密文件 首先详细的介绍了有关美国和英国的全球监视计划而声明大造 格林沃尔德还因此获得了乔治·布尔克奖和普利策奖 自2013年离开英国卫报后 格林沃尔德与另外两位记者合作创办了调查新闻网站《拦截报》 没想到最后竟被自己创办的媒体拦截了 中共驻美使馆10月29日在官网上公布通知 规定从美国西部时间11月6日临时起 自美赴华的中外籍乘客需凭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血清抗体检测双阴性证明方可登机 该规定指搭乘直飞航班自美赴华人员 需在登机前48小时内在美国检测机构 完成核酸和血清Igm抗体各一次采样检测 并在获得核酸抗体检测为阴性的证明后 根据核酸检测地按领区划分 向驻美食领馆申请并获得带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 或健康状况声明书 从美出发 经第三国中转乘机附华人员需在登机前48小时内 在美国完成第一次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 在中转国登机前48小时内 接受第二次核酸检测和血清Igm抗体检测 对此 纽约旅游行业从业者30日表示 这一新规意味着 从美国赴中国的旅客 难再通过转机第三国的方式前往中国 他说 旅客一般在第三国的转机时间 从三个小时到一天不等 很难同时完成核酸与抗体的检测 有旅游行业从业者表示 新规政策出台的两周前 旅行社已很难找到部分航空公司 3000到5000美元左右直飞中国机票 而在新规出台后 一些非官方渠道只出售2万元左右 头等舱机票 他说 目前买票许多旅客因疫情失去了工作 新规出台后将让他们返乡之路更加艰难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